雅婷 来我们请上雅婷 欢迎你 光丽华叫 孙妈妈 孙妈妈 看着你长大的 真的是 你童年的印象中 这个孙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在我印象中的话 她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人 然后也会很开朗 很乐观 你小时候会想过说 我觉得孙妈妈好小啊 因为你也是个小孩子嘛 不大懂 你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吗 因为小孩子吧还是很单纯 没有什么一样的阳光呀什么的 那你会不会不听话呀 说你都没我高 我不听你的 会吗 李华 这帮小孩 没有 真的 非常听话 你哪来的威严呀 非常非常的乖 非常非常爱我 因为我记得 那个时候是三四个孩子 然后有一周我没在家 然后第二周回来 他们都围过来 然后呢拥抱我的时候 我的母亲都感动了 我也特别感动 我感觉虽然身体是这样 但我却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呵护我 不管他们在哪里 都能够惦记我 想念我 我感觉 我很幸福 我的人生也很 多知多才 知道你来录影 还专门来陪你 对对 请假来陪我 有什么 祝福送给你的孙妈妈吗 希望孙妈妈以后 就是每天都 开个心心 然后一定要见见看看 其实我知道你从小 和你的表姐特别的好 是吗 对呀 我出生 发现我身体的异常的时候 就去沈阳 因为我是農村的 然后去沈阳就诊 看病的整个过程 都是表姐陪同 今天也是表姐陪伴我来 表姐来了 那我们也把表姐请上来吧 大家有请丽华的表姐 你好 大家好 丽华出生你就 你就很关心她 生下来 40天就发现她 身体有病了 那个时候 我心里是很难受的 她那时候还不太知道 不懂 你当时已经十几岁了 上中学 然后每次看病 都会到我家住 也是我陪着她妈妈 去到各个医院区 所以这是 是大姨的孩子是吧 二姨的 二姨的很难 每年都要在她家 待上几个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费也扶在几岁 你没有太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费也扶在土耳 一字幕志愿者 费也扶在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费也扶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吧 我的幸福心愿 希望有一台电动的轮椅 好 来 请回来 想要一个电动轮椅 因为我出门是都给母亲推着我 这样如果我有一个电动轮椅 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 那我们看看幸福帮帮团的成员们 怎么帮助你好吗 来 又请各位 很多正常的孩子跟正常人 都没有像他那么强的这种求生欲望 和那么强的自尊心 愿意自食其力 所以你就这一点 就特别感动我 那我们梅尔沐眼科呢 愿意两千块钱买你这个作品 北京顺美整形集团呢 为你提供一千元的资金 希望你的明天永远都比今天好 长城康达医院减肥基地呢 也愿意助理您一千元 希望您早日能够有这个轮椅 收到轮廓期待 征炸期待 加密集团 在用程度 营迅 律